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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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工集团 但是台湾的企业有一个大毛病 就是爬不出或者跳不出 加工制造的领域 你说叫他去自创品牌 十个里面有十五个会倒闭 为什么会十五个呢 因为其中有五个呢 失败了一次 不甘心再做一次 结果还是失败 这不是说他们不用心 或者没这个想法 是他们在整个企业 或者产业成长的过程中 所吸收到的养分跟经验 就是这个格局 他跳不出这种要做自由品牌 或者研发自主 IP的这种思维 或者说特定的这种逻辑 这个很大的麻烦 所以我们今天看第一张图 这张图的背景 有很多这个产品 这个是从小米公司提供的图里面拿出来 他用这张图说明什么呢 说明了这个小米企业 经过十年的这个发展 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的生态链 什么叫产业生态链呢 就是透过小米 不管它的研发 它的制造 它的订单 或者它的行销 结合了一大群产业 也帮扶了很多产业 从零到有 慢慢形成了一个产业生态链 那中间呢 这个就是小米的这个 这个红米手机 全世界第一个全屏幕的这个手机 反映了小米在技术创新上 有它的独到之处 虽然在国内有一个广告词 这也是小米自己发明的 就是为发烧而生 就是其实小米当时 用这个广告词的目的 是强调自己的产品出来以后 有很多粉丝 会为了小米的产品而疯狂而发烧 所以为了这些忠实或者热爱国货的这些粉丝们呢 小米因此会持续不断地推出新的这种产品 但也有人呢 用这个广告词来反讽啊 小米的手机容易出现过热的这种情形 那的确我们也不能说它的这个手机 质量绝对是全世界 指世界之牛耳 这个可能说这个话 也不太这个贴切 毕竟全世界特别是IT产业来讲 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你追我赶 但这张图可以显示出来 这个小米的确在这个自创品牌 还有发展的自主技术上 得到了一定的成就 可以值得被大家肯定 怎么说呢 至少人家从去年开始就列入世界500强 小米的创办人雷军呢 在这个演讲稿里面 也提到啊 这个挤身世界500强以后啊 心里头很高兴啊 这个有同事告诉他 我们故意装得很酷 就当不把他当一回事 这个雷军就跟这个同事讲说啊 也不必太这么假先了 太这么虚伪了 因为他当年毕业的时候 也想进入世界500强工作 但是呢 因为本身不够优秀啊 进不了世界500强 那他很多同学都进了世界500强 这个对他来讲 他有点半开玩笑 但也许是他内心的一种遗憾啊 那好在他没有进入世界500强 进入世界500强以后呢 可能呢 今天就没有所谓的小米了 这个图呢 记录的2018年第一季到2020年第一季啊 世界主要手机品牌 他们的这种市占率啊 这个第一位呢 到2020年第一季的时候 还是三星啊 占了全世界的20% 第二位呢 华为占了17% 第三呢 苹果占了14% 第四小米占了10% 第五呢 这是欧宝 有全世界的前五大里面呢 有三家是中国的企业 在2018年比起来的时候啊 当时三星的市占率高达27% 现在呢 降到20% 大家都知道到第二季的时候 华为已经变成全世界最大的手机厂 那当时的华为呢 那当时的华为呢 它的市占率呢 这个所谓小的这些品牌啊 大概占了三成 三分之一 但是呢 到了2020年第一季两年的时间 这个小的这些品牌市占率只剩下22% 也就是说两年的时间啊 有10%以上的市场啊 又被前五大厂给吃下来了 所以小厂在全世界的智能手机的市场中啊 它的生存的空间啊 压力越来越大 那不要讲说是小厂啊 大厂的压力 还有这个面对的竞争啊 也是天天啊 这个惶惶不安 战战静静 我们可以看三星啊 这两年来啊 这个在智能手机上的市占率啊 就跌得很凶啊 我相信三星本身内部啊 也有很大的这个压力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讲 可以看出来啊 中国企业对不对啊 在这个竞争的过程中啊 基本上呢 是取得了一定的这个成果 我们看这张图 这张图呢是2012年8月16号 这个雷军呢 发布第一款手机的这个照片 1999元 这个手机的价格啊 在当时来讲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啊 我看那个雷军的演讲里面啊 他其实强调这个小米的产品有三个特色 第一个最好的技术 第二个呢 就是性价比要好 第三个呢 产品要做得最酷 产品做得最酷 这个是见仁见智 有的人认为 苹果永远是最酷的 有的人认为华为 才是最酷的 但也有 小米的这个 米粉呢 对不对 永远的就爱这个小米 拿到小米以后就觉得小米是最酷的 那技术是不是最好的呢 就是万民哥讲的 企业的竞争啊 是一年365天 每天24小时 没有一刻会停下来的 今天你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或者达标了 达成了一个目标 但是明天呢 可能呢 又被别人这个超越 这个尤其IT的这个产业里头 这个竞争是相当相当残酷的 万民哥为什么会提这个小米 万民哥以前在当记者的时候 有一个经验 到现在印象还很深刻 就是2006年到2007年 那时候还没有小米 这个万民哥被派到广东住点 住了半年多 那我住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我住的地方在东莞 那采访的范围呢 就是整个珠三角 所以那一段时间啊 把珠三角的很多企业都看了 我记得那个半年之内 我至少看了300家企业 至少看了300家企业 当然90%是台资企业 又内地的企业都有 万民哥好几次啊 到深圳市那个深南大道 跟华强北路 那边有一个电子商城去采访 有的时候呢是采访 这个手机厂 有的时候是采访一些 在当地的台企 都有 印象非常深刻 每次一到那个商场里头啊 那个商场里面的那个档口啊 所成立的产品 琳琅买目 其中最热的产品啊 就是手机 但是 到那个地方去看卖的手机啊 跟我们一般中 现在你在通信行 或者在这个 通信公司 这个展览大厅中 是看的手机完全不一样 它是不同的档口 卖不同的零部件 有的是卖机壳 有的是卖里面的电路板 有的是卖里面的这个电阻 等等等等的 反正呢 你有本事的人 就到这边拿了这个零件 回去呢 自己就可以装一个手机 形形色色都有 街上还有很多小贩 一见到陌生人就凑过来 你要不要买手机啊 我这边有最便宜的手机啊 我还可以带你到工厂去看啊 你可以感觉到 这些厂商的确都很有本事 他们不晓得从哪来的技术 居然都可以做出这种手机 可是有的时候也觉得很遗憾 多数的厂商就这么点出息 你叫他做正式的手机 或者有品牌的手机啊 他们对这个事情 基本上没什么感觉 因为每个人都觉得 在华强北路那个地方 竞争很激烈 我今天如果少卖了几只手机 明天我可能就活不下来了 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想那个很长远的问题 这就是当时万民哥在深圳 所看到的产业生态 跟这种经营形态 即使到现在大家都知道 深圳还是全中国乃至于全世界 最大IT产品跟零组件的集散地 万民哥记得第一次去了那个地方以后 就觉得以前全世界人到日本都到日本的秋叶园 去买一些电器产品 但是如果你到了深圳的华强北路 你去看了以后 秋叶园 就是小屋见大屋 完全不能够类比 在深圳那个地方 在华强北路那个地方 你可以看见中国企业的那种活力 还有那种奋力挣扎的那种 艰苦卓绝的那种精神 是非常让人家敬佩的 但是呢 他们要成为正式的品牌 或者要进一步 进入世界企业的这个台阶 有它的这个困难 这张图呢 其实就是雷军当年创办小米时候 他的一些想法 大家都知道 这几年这个互联网的运用都很成熟了 但是在2010年的时候 互联网的应用 或者普及率还不像现在这么强 虽然早在2007年的时候 苹果已经推出了世界第一款 这个所谓智能手机 而且也形成了风潮 但是在中国来讲 一般人要取得一个智能手机来讲的话 还是一个蛮奢侈的梦想 那雷军呢 他就有个想法 他要做手机 之前他有没有做手机 他没有做手机经验 他做手机跟人家强调什么呢 就是他希望做三者结合 第一个手机的硬件 第二个呢 手机内的软体 第三个呢 就是要跟互联网紧密的扣合在一起 所以他提出了一个铁人三项的概念 希望呢 将手机的市场 能做所谓的降为攻击或者打击 我们都知道 那个时候的这个智能手机 其实都蛮高端的 可能呢 一只手机要四五千块 这个价格以上 但是呢 我可不可以卖一个便宜的手机 但是又有四五千块的这种功能呢 所以他就提出一个降为一思考 那用什么方式可以降低这个成本呢 就用新崛起的互联网 怎么样互联网呢 传统上大家去卖手机都要到通信行 都要到这个大的电信公司 办门号的时候顺便一起买 那雷军就想 我为什么不用互联网来卖 用互联网取得客户的信息 用互联网跟客户建立关系 用互联网巩固我跟客户的关系 这就是所谓的降为打击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 万民哥经常跟大家讲一些事情 过去一百年来 中国有两个最重要的发明 一个就是毛泽东主席的人民战争 这个思想不但在1949年 帮助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 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许多第三世界被殖民的国家中 掀起了一股运动 有效地推动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民族解放运动 你现在看到全世界有190几个国家 绝大多数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透过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建立起来的 因为只有透过人民战争 跟殖民统治者进行一个降维的打击 或者攻击 你才能够完成一场非对称的这种战斗 取得政治上的这种成果 那这个思维呢 如果用到商场上 也是一样的道理 包括我们讲的这个乡村包围城市 这个迂回穿插 这个打游击战等等等等的方式 小米当时的这个思维方式 其实也是根据人民战争这个思维 所下沉的结果 所以另外一个很重大成果就是互联网的运用 那小米就是抓到了这个趋势 这个潮流呢 对整个全球的智慧型手机进行了一场 或者发动了一场人民战争 取得了一定的这个成果 我们看这个图里面 外民战争的背景呢 就是说明在互联网时代 它有它的特性 比如说非集中化 比如说破碎化 这个大企业 对不对 要试着建立或者说深入它的影响的时候 过去的方式已经没有办法执行了 必须要有一套新的思维来运作 所以这个讲到这里 外民战争就想到这个 孙子兵法地形篇 有一句话 夫地行者兵之助也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行军作战 其实要利用地形 能够善于利用地形 因地制宜的人 就是战场的这个常胜军 料敌制胜 既为恶远近上将之道也 就作为一个好的这个将领 你一定 必须根据地形的特性 把你部队中在作战时候 在行军的时候 在布阵的时候 所可能的问题 做一个深思熟虑 你才能够料敌至胜 知此而战者必胜 不知此而战必败 其实这个道理 对照小米的崛起 雷军就是把 智慧型手机的战场 拉到互联网 我跟原来的这些大厂 要去做对抗 在主战场对抗的时候 我可能武器不如人家 掌握的资源也不如人家 各方面都不如人家 那怎么办 我们异地而战 到一个我熟悉的战场 把敌人引诱到他所不擅长 施展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也许我们有那些高大上的武器 但是我随地抓起石头来 拿起沙子来 都是武器 所以能够因地制宜 这就是小米或者雷军 他们过去在十年之间 由零到现在 营收已经达到两千多亿以上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外民哥稍微了解一下 小米成功 我想大概不出三个道理 第一个呢 就是坚持目标 我就是要做手机 我就是要做 中国自主品牌的手机 我就是要做好的手机 中间一定会碰到很多的困难 但是我坚持不屑 我绝对不会 因为做不到 我就退而求其次 回到深南大道 跟华强北路那个地方 去卖一些贴牌手机 所以是坚持目标 第二个呢 就是要打一场有创意 跟人家用不同的方式 进行的一种战争 也就是说 在这个行业里头 他提出了 他自己的一套方法论 第三个呢 就是分享 分享什么 分享成功的经验 分享成功的 这个战果 所以他成立了 这个小米的生态链 希望把他的成果 能够对外复制 中国人讲嘛 这个得道多助 私道寡助 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透过分享 在行业里头 能够拉到更多的伙伴 这样子他才能够出席至身 但不管怎么讲 我们讲到这边 大概大家都可以理解一件事情 像小米这种企业 其实就是 中国的土地 中国的老百姓 中国的人民 所培养出来的这个企业 也就是说 你作为一个企业家 你要能够在中国这个地方立足的话 你要先了解 这个土地上 这个土地上所 生长的这些人民 他们需要什么东西 讲到这里 万民哥就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19世纪 英国有一个著名的文学家 叫做查理斯·狄根森 这个大家都知道 他写的非常有名的这种双城记 狄根森呢 在1810年出生 这个1841年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已经 这个名满天下了 被美国人邀请去 到美国去进行旅行 演讲 顺便拿去卖书 那他去美国待了这个半年多 对美国的现象 做了非常严厉的批评 写了一本书 叫做《美国记行》 非常深刻的描写了 他到美国的所见所闻 在这本书里面 狄根森啊 有一句话作为总结 这个万民哥把它找出来了 I don't know the American gentleman 我不知道什么叫美国的身世 God forgive me for putting two such words together 希望上帝你能够原谅我 我把美国人跟绅士 结合在一起 他讲这句话是 就讽刺美国人 觉得美国那个时候 他所见到美国 是一个腐败的 美国人是非常粗俗的 没有教养的 打个比方说 美国那个时候呢 还有实施奴隶制度 黑奴解放是到1864年以后 才落实的 但是英国人在1807年以后 就废除了奴役贸易法 而狄根森在1841年 去美国的时候 离英国人废除奴隶贸易法 已经34年了 美国人还在实施奴隶制度 我们看这张图里面 万民哥在美国际行中 找了两幅图 一幅呢 是狄根森看到 这个美国的黑人 跳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舞 这个动作非常的夸张 这种舞在当时的英国人 或者欧洲人来看 简直是不可思议 跟妖魔鬼怪一样 但是美国人流行这样的舞蹈 另外这张书的封面 你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警察围绕在一个 可怜芭蕉的老百姓上面 强取保护会 狄根森在美国的时候 受到广大的翻译 到处去演讲 每一场演讲 观众都爆满 但是狄根森发现这件事情 美国人完全不讲道德 在演讲梯里面大声喧哗 乱丢止卸 随地吐痰 其实非常非常像 现在外国人 来看中国人的这个印象 就是1841年 狄根森作为一个英国人 到了美国以后 他会觉得自己从一个文明社会 到了一个野蛮社会 同样的 现在很多这个发达国家的人 进到中国来以后 特别这几年也许还好一点 早期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 都会觉得中国社会非常野蛮 但是狄根森 尽管对于美国人 做了如此多的批评 他最后还是认为 美国是一个充满活力 跟希望的国度 将来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 现实如此 未来是如此 这个文学家 根据他对人生特殊的体悟 做了一个大胆的判断 万民哥讲到这边 只是告诉大家 历史是动态的 你现在看到的历史 绝对不是未来 同样的 你在这个2010年 2011年 2012年 看小米的时候 你也没有想到 小米有一天会挤升世界500强 能成为全世界 这个第四大的 智慧型手机工厂 这个是因缘忌讳 这张图你可以看得出来 左边是中国 这个使用internet的人 互联网所占的比例 到2018年的时候 已经占了98.2 那另外呢 是美国人使用互联网 然后使用移动互联网比例 到2021年 估计还不到90% 跟中国也比起来的话 美国人在对移动互联网的运用 显然不及中国 这也就是为什么可以解释 苹果第二季的营收里面 有47%来自中国 80%几到90%的盈余 来自中国 因为中国人 对于苹果手机的运用 的深度跟强度 远远超过全世界 所有的这种地区 所以也有人很大胆的 就认为可以解释一个现象 就时代创造英雄 英雄创造时代 我们可以对小米 做一个注解 有中国这样的市场 自然就有小米这样的企业 有雷军这样的老板 成立或者创办了小米 自然对中国的互联网 又产生了进一步助推的 这种效果 投资人在做投资的时候 一定会看企业或企业的经营人 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眼光 放得更远一点 看你投资的这家公司 三年五年以后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局面 这样子的话 你的投资才可以 取得更大的成果 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 这原本是 这个课 原本是在 应该要在2019年的9月份 就要开这堂课 原本的打算 就是在这里要开课 那么当然有出现了一些风波 所以到经过这个事件之后呢 我们到天津来了 那么到天津之后呢 我想这个时间也到了 那么我认为应该在2020年的9月份 把这个迟到的这一年的一个课程 给大家可以读上 所以我就毅然决然 在这个很紧凑的一个时间里面 我就在这个2020年的9月12号跟13号 要来正式推出这一堂课 因为我们欠上海的所有粉丝 一个承诺 这个承诺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一辈子的承诺 所以我把第一次上课呢 败在上海 放在上海 这个就是有这个作用 我当然相信大陆市场 有很大的一个机会 任何全世界的市场都一样 那么有起就有落 有落就会有起 但是在这个起落的过程里面 就是大家投资朋友 你们所有人的一个机会 怎么样去掌握这个起 怎么样去避开这个落 那么这个就是关键 普遍的接触了这些投资朋友之后呢 那么投资人在买股票的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那问题不大呢 但是问题会出在哪里呢 问题会出在他不会买股票 哪个机会要买股票 哪个时间要买股票 这个他不懂 所以常常会做过山车 所以我这一次的课程呢 专门加强了这个 所谓的一个卖股票的一个方式 我会教导你们怎么样去买股票 那第二个呢 投資朋友常常成匹夫之友 成匹夫之友 都是做了再做 就是買了股票之後再來做計劃 那其實這是不對的 有一句話說得好 有算未必勝 更何況不算 通常我們要做一個計劃 就是先把計劃做好 再來買股票 而不是買了股票再來做計劃 這個差距很大 所以因此很多人會出現長期套牢 或者根本就沒有規劃說 他的獲利的目標到哪裡 所以才不知道你們要怎麼賣 所以常常就把我上又倒下 那哪時候會賣股票呢 都是絕望 失望 絕望的時候才能賣股票 那賣的股票 其實那都是砍 砍股票 砍下來 就是刀刀劍骨 所以這個虧損就是這樣子出來的 那要避免虧損就是要做好計劃 那麼執行你的計劃 那麼這一套呢 技術面的東西 還有這個心裡面的東西 還有基本面的東西呢 我們事實上在這堂課都會教給你們 所有在市場的每個都很努力啊 比你聰明的人 可能比你更努力 所以每個人都會很努力 但是你努力啊 為什麼有人會成功 有人會失敗 就是你用的方法是不對的 你用的方法是不對的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是我自己做的一個筆記 我想你們沒有辦法 像我這麼細心做到這麼多筆記 做到這麼多 我想你們是沒有辦法 我已經從業30年了 每天這個行情發生了什麼事 我紀錄的一清二楚 我紀錄的一清二楚 我怎麼樣在這個紀錄裡面呢 我去看看我到底犯了哪些錯 這些錯在我的書裡面 我有沒有這樣子講 那我如果這樣子做 這樣子寫下來 這樣子做的話 然後在這裡出錯 我知道我要怎麼去調整我的錯誤 所以方法要用對 但是現在呢 各位同學們 你們的方法 很多同學朋友在操作不一樣 是沒有方法的 是沒有戰法的 那你看啊 我已經做了這麼厚厚的筆記 我都不見得 我有什麼百分之百的把握 任何礦銘魂 所以努力是一定要的 但是努力呢 還是要用對方法 用對方法 再加上努力 你一定會成功的 各位親愛的好朋友們 我們9月12號 上台見 不見不散 是真的 最厲害的 可不可以 再用來 帥氣 然後還用來